每日神话 从此大得荣耀 这些都不是神道成肉身的原意 神道成肉身也不是为了定人的罪 或有意显明人 或有意与人过不去 这都不是神的原意 他每次的道成肉身 都是不可避免的工作 是为了他更大的工作 更大的经营 他才这样做 并不是像人想象的那样 神来在地上都是工作的需要 都是必须的 并不是有意来到地上看看 而是来做他该做的工作 否则他何必担这么重的担子 冒这么大的风险做着工作呢 神道成肉身都是迫不得已的 都是有特别意义的 若只是为了让人看看 开开眼界 那他绝对不会轻易来在人间的 他来在地上 是为了他的经营 为了他更大的工作 为了他能将人更多地得着 他来了是代表时代 是来打败撒旦 而且是穿上肉身来打败撒旦 更是为了带领全人类的生活 这都关乎到他的经营 是关乎全羽的工作 若神道成肉身 仅是为了让人认识他的肉身 让人开眼界 那他合不到各国去周游一番呢 这不是极容易的事吗 但他却没有那样做 而是选择了合适的地方来落脚 开始了他该做的工作 就这一个肉身就相当有意义 他代表整个时代 他又开展了整个时代的工作 他是结束旧时代的 也是开展新时代的 这些都是关乎到神的经营的大事 都是神来在地上所做的 一步工作的意义